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踏出地平线 今天我们要看南美通膨启示录 过去三年 全球因为疫情冲击 经济停滞 衍生出航运卡关 供应不及等问题 还有半导体系战之下 逆全球化趋势也兴起 再加上乌二战争爆发 导致粮食与原物料供应短缺 再再都让全球通膨问题加剧 而其中通膨最严重的国家 就属阿根廷了 阿根廷2023年2月份的通膨率 达到102.5%完全破百 创下32年来的新高记录 其实他们整个2022年的通膨率 就已经高达94.8% 但这还不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惨的 1991年阿根廷的通膨率曾经高达171% 等于资产不止归零 还倒赔71% 而会造成通膨起因于1970年石油危机 让拉美各国欠下巨款难以还债 之后阿根廷又跟英国争夺 福克兰群岛而战败 大量国防开支让经济雪上加霜 加上贪腐与一连串政策失灵 以及补贴政策拖垮财政 人民又不愿意改变 最后政府狂印钞票 继续补贴跟支出各种款项 导致货币变薄 爆发难以挽回的通膨效应 华社采访团队实际走访首都布宜诺斯爱里斯 深刻体会到民生物价 一日数变的冲击 要汇兑换钞 也要有门路 否则真的亏大 但到底阿根廷人民 是如何面对这种破百通膨的日常呢 曾经的世界十大强国 现在难道只剩下士族冠军的荣耀吗 一起来看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爱里斯 地标方尖碑建于1936年 当初是为了纪念建成400年 四五百年来 阿根廷经济从辉煌到没落 一战二战时 这里曾是碧获天堂 名列世界十大强国 如今却名不聊生 这里是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爱里斯的总统府 玫瑰宫 也就是曾经国母发表著名演说 感动人心的地方 这曾经是这么辉煌的一个国家 如今要面对的是超高通膨 实际来到阿根廷体验通膨求生 第一步要换现金 路边有人向观光客喊 换钱听懂的人就知道 跟他换才划算 高人指点原来这一间卖花摊位 真正赚钱门道是地下汇兑 2007OK OK了 可以啦 你刚才可以算 时间是2022年9月7号 以一美金换270阿根廷披索 我们换了300美金 如果去银行 汇率差一倍只剩130 资产瞬间砍半 你知道这边是一个花点 外面是一个花点 我们现在换 美金300块钱 可以换到81600 因此人人都知道 来这换 换到数万元账面上扩错 一不小心捉襟见肘 好我们现在在点这个阿根廷当地的 国民汉堡品牌 你看到有一个汉堡 薯条 可乐跟一杯咖啡 是花了1740元 以现在我们像今天看到 大概30.8台币的 这个对美金的汇率来说 这一盘大概是197块 快200块台币 但是如果换到关价来说 这样子一盘会直接翻倍 超过400块钱 因为对美金 来记者 为余公寨 i诡订了 为澳出的 我们是最深的沿路上 太大 电口大 did 我们是最最大的 咖啡丝 在世界上 我们是最最大的 我们应该不是 那么厉害 这些 侍应应应应应应应 我们需要 当过 我们曾经有 一比 政府的 货续 看 这不是 但是它不是負責 它不是負責的 它是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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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感冒 脫久也會致命 阿根廷這種病 的確是長年累積 已經成為經濟學 專有名詞 叫阿根廷悖論 意思是 從繁華到蕭條 專家都跌破眼鏡 這個病因 源自1970年代 當時阿根廷在內 拉美國家 向各國賤款拼經濟 卻遇到石油危機 還款能力奏降 利息奏升 經濟開始敲喪中 1982年 拉美各國債台高築 偏偏這年 阿根廷為了爭奪南方 福克蘭群島 跟英國開戰 卻被打敗 巨額國防開支 再次重創經濟 發動戰爭的總統加爾鐵利 因此被轟下台 此後十多年經濟一蹶不振 1991年 通膨率高達史上最高 百分之一百七十一 2001年多年動盪引發震驚風暴 罷工 搶劫抗爭鎮壓不斷 人民上街暴動 男女老幼爭搶糧食 此後南美第二大經濟體阿根廷 國際能見度除了氏族國冠的喜悅 更多的是經濟的不堪 十任總統還被迫搭直升機逃離總統府 十一天換了五位總統 最短只做一天 童年引爆至今全球最大 930億美金主權債務違約 嚇跑最大債權人 國際貨幣基金 IMF 此後借款難上加難 經濟雙上加雙 債務是它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根源 就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累積債務 在2001年一個債務違約 就超過1000億美金了 但一直影響了十幾年 它沒有辦法從國際融資市場 裡面去獲得資金 就是說不能發行國債嘛 資金越來越枯竭 你越枯竭它越保護 沒錢就借錢 借不到就印鈔票 二性循環 讓阿根廷病入膏肓 它現在債務已經接近 4000億美金了嘛 3800多億美金嘛 然後大部分的債務都是美金 所以它最後要把 本國貨幣換成美金 然後去償債嘛 然後可是你看它的這個 外匯存體一直都很低啊 它不斷地在面對 金融上面的危機啊 然後貨幣就會貶值嘛 然後還有一部分 就它財政赤子一直很高啊 到GDP的3%左右啊 那這些因素 湊合起來的話 那當然它的這個 貨幣支撐率就不夠 是因為那些人的貨幣 是因為1999% 是由國政府創造的 因為貨幣支撐率 是因為貨幣支撐率 是因為貨幣支撐率 如果國家賺10元 然後賺11元 那就是阿倩典 在這幾十年 我們一直都賺到 更多錢 那就是我們 台灣僑胞黃聖黃 1984年跟家人移民阿根廷 在破百通膨已是常態 所得稅高達 百分之二十億的國家生活 自嘲已經能笑談 自己的困境 外匯沒有進來 我就自己印鈔票 阿幣的這個幣值 就越來越薄 這些事情就會造成 這個國家 很嚴重的通膨問題 這是我們一向阿根廷 我們大家都好像 有點愣了啦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 學會怎麼樣 在阿根廷生活 便就一身茶價本領 我們跟他隨機測物價 一小罐瓶裝水 上週才買70塊 看這樣的一瓶水 對 多少錢 我剛才講的價錢 是60 70塊 那多少 150塊 差一週翻一倍 看得我們都傻眼 再到超市買一盒雞蛋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買一盤雞蛋 就是30個雞蛋 差不多200到250塊 好 我們現在去看看 一盤雞蛋多少錢 我們現在是9月份了 我們現在是9月份了 哇 1530 這價格不是蛋荒 是心荒荒 在阿根廷生活 不能對物價不感 怕一夕山空 又不能太有感 否則會太敏感 你現在在這裡看這種情況 大家好像還是滿安居樂業的 但是我今天100塊可以買 可以吃一頓 我明天就吃不到半頓 你懂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調價錢 馬上調價錢 你一調輸了人家 你就賠錢了這樣子 所以阿根廷人最厲害的就是 他能夠在這麼樣 這麼樣逆境 他還能夠生存下來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要你要變通 當滾動式調整 已是生活標配 窮則變 變則通 這一些正向鼓勵的用詞 當地人看來只是寫實 萬人看得是如此 超現實 通膨率居高不下 人民如何假縫求生呢 真的是看似安居樂業 但仍然都有一股隱形的通膨壓力 像是這位在阿根廷生活 40年的僑胞黃聖煌 就深深感嘆說 自己數學並不好 但每天醒來 都要趕快查詢美金匯率 緊盯當天時事 生怕一有政治人物下台 匯率突然崩盤 而只要匯率好的時候 很多阿根廷人 就會趕快把錢換成美金 藏在家裡 但這樣的後果是 萬一家裡遭欠 報警 也不能說自己身懷巨款 所以阿根廷的社會面貌 可以說是民間有錢 政府卻沒錢 加上經濟政策連連失靈 經濟空轉更是雪上加霜 而計算通膨標準 是把今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就是CPI 減掉去年的數據之後 再除以去年的數據 那麼如果超過3% 就算產生通膨 反觀台灣 雖然政府聲稱通膨 維持在2-3%之間 但諸多學者認為 我們計算CPI的基準 並沒有納入房價和房租 甚至有學者推估 如果加入這兩項變因 再把大家已經習慣的 油電補貼給拿掉的話 那台灣的通膨率 有可能達到5-6% 以這個數字來說 還是必須提高警覺 我們先來看阿根廷人民 如何普遍性的藏現金 以及超級靈活的 破百通膨求生數 台灣僑胞黃勝黃 見證阿根廷興衰40年 他曾貨班電影最佳男主角 如今以西語演出 西游記布袋戲 巡迴拉美推廣台灣文化 然而文化工作深受景氣影響 又在破百通膨國家求生 得有妙招 來到他們家讓我們驚嘆 布袋戲服縫紉機下 暗藏玄金 今年買到現在 可能快要買到1000塊 每個月只有200塊 然後我最近把它領回來 領回來 因為有風聲說 政府好像要控制 要凍結這個銀行 當然這金庫 絕不止三窟 因為人民太常 被政府當提款機 大家都怕真的狼 又來了 我們的阿根廷的貶值太過快 然後我們隨時 隨時政府都會給我們來一個驚喜 就是說你忽然間 你身上所有的阿幣貶值了一半 所以我們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沒有一個阿根廷 想要留阿幣 在阿根廷第一代台灣移民 更深知做生意收現金一定要藏 家裡也要有暗裝 裝潢的裝 打開的靠牆壁那邊呢 我就做了一個小小的那個 木頭櫃 就是錢以前都藏在那個地方 所以誰都找不到 家裡人也不知道 這被迫漁民藏富 遇到搶匪就只能苦吞黃臉 我跟他說心痛的都不能睡覺 真的那一天不能睡覺 三十多萬 你要是跟起他 你也不能說你三十幾萬 屢次的發生這種金融危機 他就不願意把錢存在銀行裡面 因為一直會貶值 他拿的錢他會很快的換成美金 變成國民比較有錢 可能他的錢呢 都不再存在本國的銀行裡面 存在外國銀行裡面 或他藏在家裡面 信息藏在家裡面 那政府就永遠就在缺美金 政府缺錢但民間有錢 因此阿根廷被形容理智破產 賬面上看似窮 其實下有對策 拿出九年前的帳單 從黃聖皇水電費變化 更能看出阿根廷生活大不易 付款期在這裡 8月12號 所以你當時的店價是118月的 哇 真假的 你看 110.83 同戶同時期相同人口 2013年89雙月 電費110.83 2022年8月單月 1140.43 請注意實際差20倍 因為2013年兩個月收益比 2022年一個月一次 更驚人用電量 2022年一個月180.5千瓦 當初是568 我耗電量是1136 我現在反而比較省 然後反而我這裡要付20倍 就是說我以前用電 又便宜又多 現在又省然後又貴 你本來數學好嗎 我數學是最差的科目 我覺得看你說了這麼多之後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逼大家 從小就要精算 一再的精算 對啊 因為它的這個變動 是每個月每個月 每天每天都會發生 但過去阿根廷最自豪 1946年29任總統裴隆 推動所謂裴隆主義 裴隆夫人就是馬丹娜主演電影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的人物 裴隆對弱勢大補貼深受愛戴 至今裴隆夫人仍被視為國母 就是選票的因素嘛 這些尤其是你說左派的政府 或者裴隆主義 他們是比較在社會中下層的支持 對他們很重要 那這些當然就需要有一些補貼 但阿根廷也是一個貧富懸殊 很嚴重的國家 這也是它補貼越來越多的理由之一 但現在借錢還債得減少政府支出 補貼減少生活正被打回原形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阿利斯 這個地標坊間塔下面 你看到現在人們正在抗議 生活過不下去 從外部來理解阿根廷時 聽到的是超高的通膨巨額的負債 實際來到首都布宜諾斯阿利斯 看見人們如常的生活 而在城外那才是另外一種貧窮 在台灣生活當中斤斤計較 姑且當作一種小確幸 但在阿根廷不管是城裡城外 貧富貴賤 人人都得當精算師 因為補貼你一旦給了你就很難收回來了 因為也是考慮到執政的問題 尤其進入民主化之後 你什麼東西都得靠選票 還有阿根廷是一個勞工組織的力量 非常強大的一個國家 它給政府形成的壓力也很大 所以政府不太敢去 在像是勞工福利這方面去做採檢 然後它就只有不斷地再去借錢 我覺得阿根廷是全世界最不怕借錢的國家 我們訪問一位智庫學者 生怕一子一女下個世代無法翻身 因此成立十年來力推抗通膨議事 因為阿根廷通膨先有歷史共業 後有政策接連失靈 加上人民單逆補貼 民主制衡失能 現任女副總統跟先生前後再位十二年 二零二年因貪污十億美金 被判六年 債務代代相傳 沒有世代正義 我們是一個國家 說了你好 和歡迎從英國的移民 以及從其他國家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他們在想要離開阿杰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未來 這個政府他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把他踢到下一個政府去 下一個政府再踢了下一個政府去 他們就輪流 左派右派一直輪流 輪流到最後沒有人願意承擔這一切的問題 什麼黨都起來暴動這樣 大家都不做事 他們的生活哲學跟我們不一樣 其實國民也樂於去接受這個 你說今天政府縮減去改善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 可是立即的後果就是國民要受苦 那他們就不願意 最後雖然有豐富原物料礦產 又有4700多萬人口內需市場 經濟卻陷入空轉 展望2023阿根廷通過新預算法 期盼GDP成長2% 通膨降到60% 目標2025年將赤字佔GDP比率壓到0% 以達到跟IMF借款450億美金的長債標準 因此智庫要投入2023大選 期盼鄭重經濟核心 因為他對中國的依賴很強 其實中國把阿根廷當作他在南美洲發展的一個非常重點的一個槓桿 敲動整個拉丁美洲的這個地緣政治 選擇的另一邊是答案嗎 沒有,答案和解決是很簡單 他們夢想是財政政府 他們會攻擊財政問題的原因 就是財政問題 所以全球化是一種解決嗎 對,是一種解決 對,是一種解決 對,台灣是一種解決 台灣決定要有經濟自由 政治自由 和人權的權利 所以你會有的財政問題 但全球化就是經濟萬鈴丹嗎 回往台灣 央行預估2023通膨率1.88% 比2022年2.95%下降 央行歸因防疫有成 循序解封 因此沒有大規模紓困撒錢 匯率價量並行 減緩了衝擊 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只能講說業力引爆 我們看到過去美國 它還是狂硬超標 因為疫情的關係加上戰爭的關係 把這個業力給引爆起來 所以說民眾在現在這個階段 感受一定會比較深 所以說所有東西都在漲 但諸多學者認為台灣通膨被低估 如果拿掉補貼 人民會感受到巨浪 回歸市場 油電雙漲一樣抗爭 但長期補貼會自食惡果 何況疫後經濟已經質變 逆全球化趨勢中經濟逆行 補貼不可布上南美的民粹後塵 台灣的通膨的確是被低估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政府的補助 實際上這些錢 還是從納稅人口袋裡面拿出來 但如果說政府在這個階段 假設又放手去 讓這個油電再去漲價的時候 民眾可能會感受得 會更為痛苦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又回歸到政治的一個層面 就是說現在很多政治人物 不敢去碰這一塊 就像潘朵拉盒子一樣 沒人敢去碰 誰開了誰倒楣 央行2022年報告指出 台灣通膨變因 在國際貨幣外溢效應 也就是大國印鈔票 台灣不可能不被砸到 經濟學大師傅立曼經典名言 對抗通膨最好方式 就是不要通膨 因為天上掉下來的錢 遲早要還 阿根廷因為經濟危機 已經沒落將近半世紀 很多台灣僑民感嘆 自己經歷了阿根廷經濟擁緊的尾聲 這所謂的尾聲指的是 台灣人從1970年代 陸續移民阿根廷 全盛時期曾有4萬台灣人在阿根廷 後來福克蘭戰爭吞敗 經濟開始走下坡 如今只剩大約1萬人 當初台灣人移民到阿根廷 除了生意上的需要 很多也是看重阿根廷的社會福利 看病讀書都免費 讓他們大感幸福 而出來照到時 主要是聚集在首都布宜諾斯埃里斯的 阿里貝紐斯街 台灣人稱這裡為台灣街 而因為台灣人的聚集效應 讓這裡漸漸發展成商業聚落 但2009年 中國國務院在這條街 自建了一座排坊 名為中國城 與同一條街上的台灣僑民 等面來活絡台阿關係 像是布宜諾斯埃里斯的移民節 來自台灣的三太子人偶一出現 立刻驚艷四座 繼續帶您看台灣人在阿根廷 來自台灣三太子人偶一出場 阿根廷民眾陷入瘋狂 這是2022年布宜諾斯埃里斯移民節 展現阿根廷吸納各國移民的包容力 台灣僑民首次參加遊行 以客家原住民文化 向阿根廷人介紹台灣 台灣人從1970到80年代 陸續移民阿根廷 當時雖然經歷拉美債務危機 還有1982年福克蘭戰爭吞敗 但雖敗猶榮 國力尚未枯竭還算繁榮 努力仍能賺得一片天 我們來的時候 剛好是福克蘭見拜之後 所以很多人要買房子要走 但是因為我們做的行列是剛好 在這裡剛開始發展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好談 認真打招 在這裡沒問題 加上社會福利不問身份 齊頭補助 適合出來資源不足的人生活 全盛時台灣移民高達4萬人 但如今剩不到1萬 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埃里斯 阿根廷過去靠著地大物大 吸納了很多旁邊 中南美洲地區的移民 來這個地方圓夢 不過隨著經濟往下滑 這樣子的經濟地位 還能不能夠維持 也受到挑戰 阿根廷台灣移民的心衰 都濃縮在這一座 台灣僑民聯合會館 卸任理事長全家來了30多年 原本從台灣賣快充設備 到阿根廷 後來朋友介紹直接移民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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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享受整理好的福利 台灣移民銳減就是經歷 上衝下襲的經濟崩盤 破百通膨讓生活大不易 1970年代之前阿根廷當然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可是1970年代之後阿根廷就不行了 一直到現在已經不行了好幾 50年以上了 那你說華僑那個時候出去 其實那個時候因為台灣的政治環境 就踢出聯合會等等 很多回來就開始往外走 從第一代到第三代 各類大小活動都在這舉辦 人潮來來去去三四十年 跟各國僑民一樣 面臨世代斷層 很多人想要走離開這裡 因為畢子不穩定 還有地板有比較壞 他們感覺沒看到將來 所以有很多人要離開這裡 以第一代來說就是比較難一點的 你說一些比較老僑 因為他們的社會適應力也相會比較差 語言也差 所以當然你說現在 也許七八十歲的人 他會覺得跟一些相比 那他們感覺 永遠不在的感覺 不過這本來就是很自然的過程 結果他們年輕人就沒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他根本就已經是當地人了 會館所在的這條街是亞裔社區 2009年中國國務院出資50萬美金 拔地自建一座牌坊 標示中國成三個字 引來其他亞裔社群的反彈 其中對於自認先來到此 建立繁榮商圈的台灣移民 更有種相對剝奪感 也許有點傷感或者是很明顯的一個對比 就是當中國的華僑開始大量 因為他們出來的數量是很多 這個情況我跟你講 在全世界我覺得 比較老一家的華僑 都是這樣子感受的了 以前根本就沒有大陸人 只有台灣人 可是當大陸一開放了 改革開放 人開始出來之後 那當然這個優勢很快就會 都會喪失掉了 加上阿根廷是左派政權當道 更增加這種相對疏離感 在這種氣氛下 台灣跟阿根廷關係得旁敲側擊 祝阿根廷代表述 藉由台灣僑民第三代 已經深入當地社會 成為各界精英的優勢 從文化 教育 藝術等領域交流 因為既然要移民就要融入 而不是聚集在某條街 一國真正的影響力 無法在一個區域 單靠排方宣誓主權 真正的戰場永遠在人心 台灣目前在南美洲 唯一的邦交國剩下巴拉圭 兩國是在1957年建交 雙邊有多年深刻的互動 像我現在所在的華市 都曾經是巴拉圭政府官員 訪問台灣時的參觀地點之一 不過巴拉圭即將在2023年4月 舉行總統大選 選前在野黨的候選人 不斷對外放話 說如果當選要跟台灣斷交 轉向與中國建交 說畢竟中國的市場大很多 但有巴拉圭台橋分析 巴拉圭執政的紅黨 與在野的藍黨 都是務實派作風 強調選前的這些風聲 主要是針對選前在操作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 美國在911事件之後 把國家戰略中心放在 對中東的反恐 導致自家後院的中南美洲 呈現外交真空狀態 中國也就趁虛而入 加上巴拉圭的周邊國家 大多親中 台灣與巴拉圭長達 66年的邦交 也真的是里外都受到考驗 您知道巴拉圭的最大城市在哪裡嗎 就在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的邊界 東方市 是個轉口貿易城市 巴拉圭的台灣人在這裡是最多的 但台灣歷任總統都沒有造訪 為什麼呢 這裡還有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 伊瓜蘇瀑布 帶您走一趟 壯盛水流激盪七色彩虹 名列世界七大奇景 這是南美伊瓜蘇瀑布 全長2.7公里瀑布群 由275個瀑布組成 橫跨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 三國共享舉世美景 美景帶來人潮 人潮匯聚經濟效益 這座瀑布橫跨三國區域 在阿根廷叫伊瓜蘇市 在巴西叫福斯市 在巴拉圭叫東方市 也是巴拉圭最繁榮城市 在從巴西往巴拉圭東方市路上 必經聯繫兩國的友誼橋 橋下巴拉納河 長達4880公里 流量豐沛 1970年新建水利電廠 帶來人潮 帶起雙邊城市興盛 往來兩地橋上 更見到有巴拉圭巴西兩地車牌 彼此通關自若 不用簽證 顯見兩國貿易興盛 來到巴拉圭東方市 更見證人潮 帶來前潮 電器 生活用品 服飾化妝品 應有盡有 成為貿易集散地 東方市 其實它的建成基礎 它的發跡 應該是在1980年代 那個時候因為巴西它的政策 它禁止進口 所以進口握品 稅都很高 東方市 巴拉圭的城市 就選擇了東方市 當作是一個轉口貿易城市 它的稅永遠比巴西那邊低很多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大量的 我們的 比如說這邊有阿拉伯人 還有我們的日本韓國人 當然也有我們台灣人 來這裡 從事這個所謂的轉口貿易 台灣貿協曾引述巴拉圭媒體數據 東方市年平均轉口貿易額 曾高達30億美金之譜 因此富比市雜事成評比為 全球第三大轉口貿易城市 僅次於邁阿密跟香港 而抬頭所見招牌 除了西班牙文 更多的是正體中文 因為這些大樓多數由台灣人興建 這樓也台灣人去的 另外旁邊這樓 就是都台灣人去的 所以在這裡台灣人 最少超過幾十多大樓 都是台灣人 在這樓這樓打拚去的 1980到90年代 台灣人開始移民巴拉圭 全盛時光東方市就有兩萬多人 現任僑務委員江朝軒 就是這一批移民之一 見證東方市一路暢旺 東方市 在1990年的時候 可以說我們是 巴拉圭東方市的貿易額 是在世界第三名 1990年後 我們台灣人 可以說一個補一個 非常大量 從商業教育再到文化工藝 台灣僑民搭上東方傳奇 也共同走過當地喜怒哀樂 2020年初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非常嚴重的時候 甚至人家薪水都沒付 因為店家也說我根本沒生意 沒錢我付給你薪水 所以他們就全部都知道回家 回家去吃自己 但是他們這邊的人 你也知道本來就很貧窮 所以那時候從 應該是在3月份的時候 開始人家就知道 就跑來直接找到我們台灣會館 至少每天去提供一份收拾 給他們這邊需要的人 台灣僑民深耕徹底 東方市中山僑校到2023年 已經成立第35年 我可以大膽的說 東方市的僑教 應該是在整個拉丁美洲 我們的僑居地裡面 算是數一數二的 你的第二代第三代 它的中文 他們如果台灣的子弟是100分的話 他們應該也有80分 所以是非常好的 很多我們在這邊受教的台灣子弟 中文都很好 甚至我們外交部有很多同事 都是巴拉圭的僑胞子弟 台灣跟巴拉圭雙邊關係 源自1957年互動深交 胡家里社長夫婦下午3點鐘 抵達華市的時候 受到熱誠的歡迎與接待 1971年剛開台的華市 就是巴拉圭借鏡的企業之一 在華市的資料庫中 珍貴影像記錄雙邊深刻互動 總統首先對沙迪華部長的來訪 表示歡迎 總統所率領的訪問團 在巴拉圭當地時間 下午5點鐘 推敵搖嵩森國際機場 巴拉圭雙邊關係也隨國際政治變遷 巴拉圭政治分屬紅黨藍黨 紅黨國家共和聯盟是百年老店 藍黨自由黨也是老黨 卻沒落再起 台灣則在紅藍之間立穩江山 拉圭美洲現在好像感覺上 走到第二波的粉紅浪潮 為什麼就不是紅色政權 我們說粉紅色 都是左派政權 我們這個巴拉圭 在它周邊全部都是左派 拉圭美洲一個特色就是 不能說它是有自我孤立主義 可是它是一個蠻務實的 像這是對俄羅斯 俄羅斯親烏克蘭 拉圭美洲也沒有幹嘛 它不會去表現一個很強烈的態度 他們不會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美中之間的這種關係 或者說今天上來個右派政府 就往美國走得很近了 然後往中國離開了 不會的 因為實際上也沒有辦法 台灣在南美唯一邦交國巴拉圭 周邊全是親中左派政府 可見外交處境艱難 因為美國在911事件以後 美國的國家戰略重心在反恐 所以美國的親國之力 都是在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所以這一塊等於自家的後院 反而忽視了 所以美國剛好遺留這一塊真空的 中國大陸剛好跟它的金毛 剛好補上了 所以一個是美國對拉圭美洲的影響力下降 這個是中國的能上升 911事件對巴拉圭也產生衝擊 在東方市興盛表象下 走私猖獗治安常年亮紅燈 台灣歷任總統都因治安欠家 不曾到過這一個台灣人最多的巴拉圭大臣 美國甚至曾懷疑這裡是蓋達據點之一 開始打擊犯罪 收斂地下經濟發展開始趨緩 更早以前1991年 南美共同市場成立 貨物直接互通不須基第三地 東方市的邊貌優勢不在 如今南美共同市場已經發展到十一國 但政治立場對台灣壁壘分明 而且它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成員 南方共同市場全部都是中國大陸的巴拉圃 不是說我們的外交不努力 整個的國際環境有改變 中國現在的主要的不管是外交 國防的部長的負責人 這個都是戰略都是比較強硬的 國際政治門道既是蝴蝶效應 也是西瓜效應 就看誰一呼誰擺應 歡迎收看踏出地平線 南美通膨歧視路 阿根廷是南美洲第二大經濟體 而第一大則是它的鄰居巴西 說到巴西跟阿根廷一樣 曾經陷入超級惡性通膨 甚至在1990年前後 通膨率逼近3000% 1992到1993年間 巴西急推貨幣改革 把原本貨幣廢除 換成新貨幣黑澳 稱作黑澳計劃 並且凍結人民資產兩年 同時重新整頓政府財物 重新吸納外資 最後成功逆轉通膨 隔年通膨率開始就下降到 60%到70%之間 然而阿根廷也曾經 效法這樣的貨幣改革 但卻只學到皮毛 沒有徹底根除貨幣毒瘤 最後一蹶不振到現在 巴西跟阿根廷一直試圖 推行南美共同貨幣 希望擺脫美元計價的弱勢 但國際之間想這樣做的國家 到現在還沒有真正成功的 加上阿根廷本身債務 多到難以計算 雖然巴西在今年新選出的 總統魯拉 跟阿根廷總統費蘭德茲 宣布要再次啟動 南美共同貨幣計畫 但是外界並不看好 為什麼呢 帶你了解 期盼百年砸下4000億台幣 舉辦2016里約奧運 但激情過後 經濟沒有土匪猛進 再碰到疫情 巴西發展的大鍋蓋 仍然在2023年預估 百分之5.48通膨率吞噬了成長 回顧巴西經濟歷程高潮跌起 1964年政變後 軍政府創造奇蹟 最後卻跟阿根廷一樣 冰臨崩潰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是巴西的最大城市聖保羅 商業的重鎮 在這個地方 巴西過去也曾經一夜之間 政府凍結所有人民的資產 造成人心惶惶 不過還是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後 金融秩序才漸漸重回正軌 在1970年代 兩次石油危機 引發拉美債務危機下 巴西爆發超級惡性通膨 從1985年通膨率達到192% 一路失控1990年前後 甚至衝上2947% 原本一塊錢 剩下近三千分之一 經濟崩盤 外資退散 名不聊生 1992年就是巴西在那個時候 通貨膨脹已經到了 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在短短的幾年之間 每一次去三個零 一共去了三次 也就是去掉九個零 1993年政府急推經濟改革 稱為黑澳計畫 以新貨幣黑澳取代舊有貨幣 他就一夜之間就宣布 所有的銀行 每一個人的銀行的存款 全部凍結兩年 當時真的大家非常的恐慌 可是真的呢 在兩年以後 巴西政府他不但是加了利息 還加上通貨膨脹的貶值率 給你通通一起還給老百姓 然後巴西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1992年開始 它的貨幣就開始穩定 斷幣求生 立刻見效 黑澳計畫推行兩年 通膨率從2000多 立刻降到70%之間 改革者因此壓倒性 當選新總統 黑澳計畫成功主因 在1比1緊貼美元匯率 搭配經濟改革 讓外匯存體大增 但阿根廷也曾效法卻失敗 因此阿根廷巴西不斷嘗試 建立南美共同貨幣 希望定出自己的遊戲規則 巴西就是它的債務也很高 可是畢竟它吸收外資的 這個能力也是比較強的 到期的這個債務 它是可以支付的 它也沒有發生 像阿根廷這樣的金融危機 但在國際金融市場逆風 本就艱難 加上豬隊友阿根廷 債務多到蜘蛛都不知道如何計較 這南美兩大經濟體想自立門戶 共同貨幣如意算盤 指紋樓梯想 2023年巴西新總統魯拉 跟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 再次共同宣佈重啟計畫 魯拉更宣佈經濟發展跟保育並存 誓言2030亞馬遜零砍伐 但能否真的歸零人事問號 舉世文名亞馬遜雨林 面積高達500萬平方公里 是台灣139倍 其中60%都在巴西境內 我們有世界最大的 硬碟物質 最重要是保護它 否則我們會更加 氣候變化和全球變化 我們在亞馬遜 有400種藝人群 在亞馬遜 有超過15000年 因為他們有知識 如何擁有核心 和其他資金 然而亞馬遜至少五分之一 100萬平方公里遭破壞 因此這裡進駐全球環保團體 我們訪問這個組織 藉由協助亞馬遜原住民 自力更生 經濟自由 以免淪為賣地開發的工具 所以這是我的職業 作為華盛人 作為科技師 是我的職業 是能夠理解 人類的職業 或人類的職業 在亞馬遜中 在亞馬遜中 因此我們很嚴重聆聽他們 當然我們混合 這是兩種方式的方式 為他們的生命更好 而保護亞馬遜中 人類活動是對雨林污染 更糟糕是蓄意大規模開發 巴西國家太空總數數據 2022年亞馬遜火警 75,592起 比2021年75,000出頭更多 數字 數目驚心 更驚人是起火原因 發生亞馬遜火災是非法人為 另一個公司叫IPAM 他們說 約80%的火災是非法人 而他們做了兩種原因 基本上 最初是清潔 一個地方 非常有效的 你放火 然後放火 然後放火 所以那些人 被禁止火災 他們必須被捕捕 因為他們做了 事情我們 Brazilians 我們不喜歡 人為破壞 看似能靠政府制衡 偏偏政府刻意失能 2019到2022 前總統波索納洛執政期間 公開主張取消保護限制 要大規模開發 也在2019年 亞馬遜發生10年來最嚴重大火 連燒10個月 綠色和平組織數據顯示 波索納洛執政期間 亞馬遜被毀面積 增加52.9% 高達4萬5千平方公里 創15年最高 這是有很大的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不只是在森林 我們也會失去那些人 在森林 難怪 他們可以找到 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有很大的影響 亞馬遜的環境保護 不是巴西扛得起來的 它要靠很多 像美國 像歐洲 然後後來這些國家 都不願意再給錢了 因為不同道路都反其道而行 在這一方面來說的話 把魯拉上來 至少損害的速度會減緩 開發跟保育兩級拉扯 成為2022年總統跟地方選舉 激變主題 尤其在首當其中亞馬遜州 因此保育組織不斷做公民教育 讓羽林居民學會自保 90%的亞馬遜州 他們不想要有更多的 因為這會控制自己的健康 或者我們的健康 我們是 我們住在亞馬遜州 而我們住在亞馬遜州 而我們住在亞馬遜州 住在整個世界 亞馬遜州 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最主要的活動 我們走到街上 跟這個 選擇 選擇 我們提供了 我們是一個選擇 和選擇 去投入這兩種資訊 在選擇項目 所以亞馬遜州 可以在選擇上 在選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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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州 地球之費 開發與保育 一直是兩難 全世界現在已經超過 77億人口 資源分配如何平衡 是我們能延續多少 世代的生存關鍵 開發亞馬遜 可以賣木頭 也可以變耕地 畜牧養牛 巴西是世界最大 牛肉出口國 賣地能求榮 人類的需求 帶動了毀滅的攻擊 從2022年開始的 全球性通膨 主要前因包括了 新冠疫情和烏爾戰爭 全球市場缺工缺料 油價與天然氣高漲 又導致原物料價格失控 另外在電動車 5G通訊 航台工業 綠能科技等產業 瞬間投入 產業鏈供需也失序 難以平衡 現在通膨不但已經成為 一個複雜的難題 還造成產業鏈的區域性重組 甚至改變大家原有的生活形態 各國都無法倖免 今天我們見證阿根廷與巴西 這兩國的破百通膨案例 也讓大家思考 個別國家的通膨成因 踏山之石可以公錯 感謝您收看踏出地平線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 wahr!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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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